这条压力的距离 这里调 比如说我们有四个模式 这是一模式 我按一下 然后按下二模式 它上面显二了 看到没有 我按下三模式 上面显三 我按四模式 上面显四了 我们先调第一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 比如说显示一的时候 按下这个设置键 它第一个显示就温度 温度 搞到多少 按下第二个就是时间了 时间多少 再按一下 还没这 这个是第一个 它是按第三个界面 这个是UP UP它是电极上下的压力 比如说我们这碗 马克杯它的间距要大 我们给它设置到30就好了 就是它的间距越大 它的这个这个参数越小 啊 DN也是一样的 设置到30 DN是少 然后 再点一下它就回来了 就到我们设置的那个 设置的刚刚设置的这个界面 然后按下这个启动 它就下来 这时候看到没有 它就没推到底了 它就没有 它就只推到一半半 它就结束了 好 好 这是第一个模式 然后它按下这个集停 好 它就越直到越回去了 然后复卫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在设第二个模式 比如说我们第二个模式 现在是印的那个 纸桶杯 这是显示二楼 180度 温度 180是吧 4个模式 50秒 时间50秒 不是80吗 这样 我们想做30秒 好 然后这会儿它的 就是它的这个压力要大了 就是它的这个直动杯压力要大 我们我们刚前面是多少 30是吧 一样的 这个都是一样的 不是 它直径差不多 都是80 我是说举例比的车有更小的 更小的 那我们就要给它调到60 然后这个DN也是一样的 也给它调到60 好 再点一下它就回来了 你看我现在是第二个模式 我再按一下这个启动 它就会推到头了 看到没有 它就整个推到头了 然后按一下几天才回去了 比如说客户它要用的时候 它它就是直接选这个模式 比如我们这会儿第一个模式是那个马克杯的 是不是啊 按一下第一啊 它就显示一了啊 它就到第一个模式 就是220度 这个 我看几秒 220度就变成180秒去了 然后这会儿马克杯的参数是30 你看它到了30它就停住了它不会推到头了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设置要告诉客户 让它去设置 对 就是要要要要说马克杯 我们应该要说220 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马克杯哦 马克杯不能放在边 比如说你答应一个 你别放在这个边上 一定要放在中间 你放在边那左右的话会压爆了 一定要放在中间 不要 爆了爆了爆了我的天哪吓死了 压力大了 压力大了 我们压力大给它调小一点 这个是一档吗 30都大了 我这本是一档 如果它压力大了就调这个UB 给它调到调到20 DN也调到20 好我们再试一下 好够了20就刚好了 够了够了 好就是20就刚好 这是马克杯 你的图囊集体按下这个 它就回去了 然后有点复位 那比如说用二档 二档就不能调马克杯了 知道吗 二档它压力上到了 我演示给你 如果它二档压一下 它就棒棒棒的响了 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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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不爆 就是 那它那个声音是什么 就是压力大了 它就有那个推 反推的反推的力 这个 这个好像也很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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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给它设置第三个模式 这显示的第三个模式 然后 这个是 温度 这个 第三个模式温度给它调到 180 都来调 调到 调到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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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给它调到 时间给它调到60是吧 160不够啊 嗯 嗯 180 然后这个 30应该够了 够了 30应该够了 就它的前进压力30应该够了 对 就它的前进压力30应该够了 对 哎 我觉得能不能换个颜色 这个 量级嘛 皮量就不清楚那种的 你看一下 那我看一下 好 没有 我觉得集体还可以用这个 然后电源开放用那个就好了 这么高档 那也还是一样啊 这个也是太大了 那应该调到20吧 压力大了 你这个两个还是一样啊 哪里一样 不一样 长得不一样 长得不一样 那表在上面 那就是调到20就够了 这个 这个 你还在放杯子不好看 不要放杯子 那杯子 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啊这里 螺丝悬 这里悬着不是一样的吗 把这个盖子要盖着 这个调到20 20应该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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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没有 蛤 没有 是一个美食 对 对 感谢观看